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极人生 预言物道里 欢迎收看唱耍预言 悲伤的公主 因为有身边的人给予爱和鼓励 让她重新开始新生活 公主不断的训练自己 让自己变得强大 不止身体越来越强壮 神情尽坚定又勇敢 王后知道之后 非常不开心 她一心想要除掉公主 没够有酒 王后又想到一个狠毒的办法 就是对国王下毒手 再嫁货给公主 公主失去孩子之后 一度陷入沉重的悲伤中 还好她最后依靠锻炼自己 走了出来 透过体能的训练跟学习武术 公主已经不再是一位脆弱的女子 她变得坚强又勇敢 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跟力量 王子看着公主的变化 心里非常的惊喜 她不再是唯唯诺诺 整个人的神情跟态度都变了 眼神中充满着坚定跟自信 有一天 两个人在池塘边散步 王子对公主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初 我认识的那个小女孩了 而是像一个女战士一样 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爱你的 所以勇敢的做自己吧 只要你开心就好 王后看着公主变得越来越好 心里的怒气一发不可收拾 她的心里想 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等待 终于等到国王跟王子离开 想尽办法偷走你的孩子 但你只是哭了个几天 既然失去孩子都无法打击到你 那我只能下更狠的毒手了 王后决定要毒害国王 嫁祸给公主 国王非常地喜欢公主做的甜品 每个礼拜都会亲手做好 再送去给国王 其中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王后派人在公主做甜品的时候 偷偷地支开公主 再把无色无味的毒药放到甜品里 但王后也担心会毒死国王 所以毒药的量放得非常的少 当公主送上甜品之后 国王吃没几口就感到身体不舒服 他把甜品全都吐了出来 开始口吐白沫 身体抽搐 试着看到国王不舒服的模样都吓坏了 站在一旁的公主 也不知道为什么国王会不舒服 他们马上把国王送回房间 并且请婆罗门来替国王衣柄 王后随后也赶到了 在国王的身边嚎啕大哭 这位婆罗门来替国王医治之后 告诉他们 国王的状况是中毒 幸好毒性不高 所以休息几天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王后听完婆罗门的话 马上就派人去公主的房间找毒药 并且对公主大喊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害死了自己的小孩还不够 现在连国王你都想要把他堵死 网费国王还把你当作亲生的女儿来疼爱 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这一次公主异常的冷静 她请人将国王没有吃完的甜点留下 并且把厨房里的人一并抓住 随后 王后身边的侍者拿着毒药走了过来 他们表示 这是从公主的房间里找到的 公主百口莫辩 但是她已经暗自的在思考 这一次是谁陷害自己 面对眼前的证据跟指控 王后命人将公主关进监牢 等待大臣们决议之后 再下决定 皇后看到公主 一天一天的壮大自己 她很生气 派了向国王下毒 再嫁祸给公主 公主说不出话来 没有办法听自己解释 只能被抓进监牢 公主在监牢里非常的冷静 她相信王子一定会来救她的 于是就把握在监牢的时间 赶紧把哥哥们的六件衬衫缝号 王后这个时候威蝎王子 如果不将公主除事 就要夺走她的王位 急忙赶来的王子已经慢了一步 她先去监牢探望公主 而公主也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是要王子把她自己缝制的衬衫送来 公主明白一定会被在这里关很久 她要抓紧时间赶快把衣服缝好 不论自己能不能活着 她一定要把这六件衬衫缝制完成 让天鹅哥哥们变回人类 王子不懂公主为何如此冷静 他对公主说 我相信这不是你做的 但是现在证据通通指向你 我没有办法马上就救你出来 但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痛下毒手的人到底是谁 公主点了点头 她知道王子一定会帮她洗清园区 随后公主就开始低头忙自己的事情 她一针一线仔细的缝制衬衫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公主始终没有停下来手中的动作 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 负责国家的安定跟未来 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存亡 当国王中毒之后 城堡里的人众说纷纭 他们都觉得 是公主想要让王子尽快登上王位 而临近国家的敌人也蠢蠢欲动 他们企图扰乱入侵 想要占领整个国家 王子独自面对内忧与外患 内心非常的焦急 而王后又三天两头前来 说一些有的没的 她对王子说 当你的儿子不见的时候 你跟国王还选择相信公主 现在你的父亲被人踩下毒手 你却拿不出魄力 把这个祸害处死 反而令人找出下毒手的人 一昧的想要替公主脱罪 你这种行为对得起你的父亲吗 王子听了王后的话 感到十分的头痛 她对王后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 因为父亲中毒 所以情况非常的危险 万一 邻国趁乱打进来 我们全部的人都会被杀死 所以公主有没有接受惩罚 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团结一心 面对邻国想要入侵的事 至于公主下毒的事情 我也要找出真正的嘴巴 洗刷她的冤屈 王后如果一直着急 要我处死公主 那我也会觉得你很可疑 王后听完了这番话之后 很生气 她告诉王子 自己会联合大臣的力量 将公主处死 并且把她的王位废除 指派自己的哥哥来接下王位 王子思考着王后说的话 她不想要屈服于王后的威胁 坚持要为公主找寻真相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王子很了解公主 他不可能伤害任何人的 尤其公主跟国王的感情非常好 怎么可能会下毒呢 因为国王中毒了 国家正陷入混乱 人民听了皇后的煽动 开始在城堡前暴动 他们对王子丢石头 还放火烧了城堡 就连附近的居民都被迫及了 公主在监牢里面听到了这个消息 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要牺牲自己 换取国家跟人民的和平 整个国家因为国王中毒而陷入了混乱 王后联合大臣煽动群众 人民也不断的起哄抗议 他们要求马上将公主处死 王子走到阳台上 看着国家闹哄哄的情景 他决定要站出来 向人民宣说自己调查的经过 王子告诉大家 公主是无辜的 不应该被处死 人民一听到王子 就群起虚声 不断的大喊他是不孝子 叫他快点处死公主 人民听不进王子的话 情绪越来越激动 认为是王子在包庇罪犯 人民开始拿石头丢向王子 一旁的护卫站了出来 他们对王子说 现在大家的情绪太激动了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王子听从护卫的建议 离开了现场 他召集了一些 对自己忠心的大臣 计划如何找到真正的凶手 一直想要谋害公主的王后 知道人民的情绪已经沸腾 他决定要趁机会进行计划 王后派人混入人群里 制造出更多的纷争 这群人开始攻击城堡 四处点火抗议 城堡的附近 民宅也都受到了破坏 很多人因此受伤 甚至丧命 混乱的情景 让国家陷入恐慌跟无助当中 王子派出士兵出面制止 但是抗议的人数越来越多 士兵也无法控制现场的情况 火势不断的蔓延 城堡和周围的树木燃烧成灰烬 整座城市陷入黑暗中 这时候一名大臣对王子说 朝着人民喷水吧 再将抗议的人群抓起来 先暂时关进监牢 等到人民冷静之后 再放他们出去 被关在监牢里的公主 知道人民想要处死自己 而王子因为自己受尽折磨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衬衫 剩下几针就完成了 公主在心里对着天鹅哥哥们说 我用六年的时间 缝制发光药草衬衫 为了能够救回你们 面对所有的困难跟委屈 我都仍忍耐 但是王子现在正在为了要救我而受苦 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换回国家的平静 当我站上行台的时候 请哥哥们飞来这里 穿上衣服变回人类吧 公主请人将王后带来 王后见到公主非常的不屑 表情冷漠 她看着公主 不知道公主找她来的用意 公主朝着行台的方向指了一指 王后思考了一下 她对公主说 你的意思是愿意接受死刑吗 我明天一大早 马上就帮你安排 公主对着王后点点头 一心想猝死公主的王后 开心不已 她转身召集了所有的大臣 告诉他们 公主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国家的和平 请所有的人民以她的死结束暴乱 看着国家因为自己而变得混乱 还有人莫名了上升了 公主非常的心痛与不舍 她决定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国家的安宁 还好六件可以救回哥哥的衬衫已经完成了 时间也正好满六年了 公主被送上行台 看着台下替她叫去的人们 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委屈 她拿出六件衬衫 往天空中一抛 正好天儿哥哥们飞了过来 他们成功穿上了 编毁了人参 解救了公主 被蒙在鼓里的王子 不知道公主跟王后说好 隔天一早要在行台举行死刑 清晨一到 公主被戴上了行台 她手中拿着六年来缝制的衬衫 正好今天就是满六年的最后一天 众人聚集在刑场 喊着口号 疯狂的乱吼乱叫 他们不停的大吼 烧死巫婆 正在睡梦中的王子 被外面吵杂的声音惊醒 他赶紧穿好衣服到窗边一看 只见到人群围绕着行台 而公主正被带往行台 王子非常惊讶 急急忙忙地赶出门 冲向公主的方向 王子心痛不已 边跑边哭 他无法看到公主就这样死去 公主站在行台上 他看着台下的人 轻轻地把手中的衬衫丢向了天空 这些衣服闪闪发光 就像天空中的星星 众人都被这一股光芒吸引 感到非常地惊讶 公主看着衬衫 想着自己这六年 为了要救回哥哥们所度过的时光 他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突然之间 天空传来了一阵翅膀拍打的声音 原来是这一群优雅的天鹅飞过来了 它们翩翩起舞 场面时奔的震撼 这些天鹅们围绕着公主 丢向天空的衬衫 天鹅一碰到衬衫 马上就变成了人形 它们穿着华丽的礼服 身材强壮 这六个人站在公主的身边 准备把公主救下来 公主的大哥站了出来 他对大家说 我们是公主的哥哥 符咒让我们变成了天鹅 你们国家的王后 不仅抓走了公主的孩子 还把孩子藏在一间小木屋里 还设计国王中毒 嫁祸给公主 证据都在我的手中 要被处死的人应该是王后 而不是我的妹妹 众人都惊呆了 看着眼前的奇景 谁也没有想到 公主的衬衫竟然能够让天鹅变成人类 这个时候 王子刚好赶到现场 他听公主的大哥讲完了这一番话 对王后非常的失望 王后也在一旁 着急的否认 但哥哥们拿出的证据 通通都指向了王后 随后 王子派人去将王后 关在远方小木屋里的孩子带回来 从此之后 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几天之后 国王也苏醒了 他决定带着王子一家人 一起到公主的国家 向他的父亲赔罪 并且让两个国家成为互助国 在这段时间 王子和公主的感情更加的深厚了 他们一起照顾孩子 互相的扶持 共同经营着两人的家庭 他们的孩子很聪明 很懂事 一家人也经常去森林 探索大自然 黑熊也经常跟他们玩在一起 六支天儿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 公主被遗弃 独自在森林里面生活 一直到愿意帮忙的黑熊 后来 和王子一见张情 一起回大城霸生活 讨厌公主的皇后 一心想要除掉公主 先是偷走她的孩子 又嫁祸她 毒害国王 这一切悲惨的经历 公主都没有放弃努力 最后终于排除万难 和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耍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耍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耍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耄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顾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那有宗斯 赫拉 阿卜罗带地 还有普罗米萧姿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德基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重生所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1234567 生活到处是惊喜 1.是傻瓜牡羊 情话金牛 开心充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的 美丽的阵容 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糖果毒药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波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想要只愿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大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永远更里 by bwd6